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妹,今天教大家制作一个家常大饼蔬菜版的 咱们下面开始制作了啊 开始和面了啊,咱刚打好的菠菜吃,然后是一斤面淀凉水 家常大饼,蔬菜版的家常大饼 先倒水,再倒上咱们的 在家里做着吃,可好了这个,咱给它搅拌 这个是和面的时候记住啊 咱们在家里和面有一个误区 大家伙都爱在家里那个揣,往里边揣面 咱这个用手和面的话啊,是焯面的 焯,你看手下去焯,根本不能说下去揉,这样不对的 和好的面,醒它15分钟左右,咱就开始制作了啊 这个制作的那个过程和咱那家常大饼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咱和面的时候吧 稍微的,然后麻烦一点,然后打点蔬菜汁 大家也不明白的,也不懂的呀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然后有时间 咱们都互相交流一下 这个不要擀太宽了啊 可以擀的长一点,薄一点 均匀一点,刷油 刷油的注意的话,就是说 一定要刷到两边,刷的均匀一点 根据咱自己的口味 放多少盐 自己的口味 这个 可以多加也可以少加 叠剂子了啊 主要是叠剂子啊 叠起来,一层一层的 收口 这个饼烙的,有层没层啊 这个做剂子是关键 你要剂子做好了 它肯定会出层次的 做好了 醒一会儿 主要是这个力度,你一定要掌握了啊 不要用力太大 你就慢慢的 可以多擀几下 多擀几下没事 但是那个不要用的劲儿太大了 前后擀 左 右 在咱自己加的话 这样就够大了 前 后 前后 你看 左右 咱这个锅温的话是上下锅温200度啊 干锅上 走 好 看多好啊 看着这颜色都想吃 盖锅两分钟 时间到了 开锅 看变颜色了啊 这个时候看变颜色了啊 咱们就可以刷油了 看 马上要起来 你看 看得出来吧 大家 马上就要起个了 翻个 色香味俱全 你也得漂亮呀 对吧 人家才愿意吃 好 盖锅 看咱这饼 个个都起大肚子啊 把锅都顶起来了 看那饼 漂亮吧 词 看得到 我们俩 看得到 饼 Ship 了 看得到